Hello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道葱爆牛肉丝 首先呢,我买了极其品了 53台币,可以吃得蛮开心的 大概200克左右到300克 那准备一下牛肉丝 那再来呢,就是准备两根葱 还有一颗白菜 那这个葱呢,我们要把它洗干净 泡点水,我们就继续来准备了 接下来就是拿一个碗 然后把这个牛肉丝呢,放到碗中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来调料 13香,大概四分之一尺 再来是加一点黑胡椒 还有一点香油 哇,这个看起来很漂亮 把它搅拌一下 那好,让这些的调味可以进入这个肉丝里面 再来我们再加一点点盐包 是提味用的 一小茶匙的酱油 这可以增色 再来是两小匙的面粉 那这可以帮助呢,这个锁住牛肉的水分 好,接下来我们把葱白切起来 葱白呢,我们切成细细的小段 那这个呢,会跟牛肉丝一起下去来炒制 这个锅子呢,我们先润锅啦 先润锅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一大匙的油呢 倒起来 用完锅子之后呢,这个油先倒到旁边来备用 然后呢,再加入一小匙的油 冷油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刚刚腌好的牛肉丝呢 先进来把它拌炒一下 那拌炒这个牛肉丝哦 不需要炒到全熟 因为等一下呢 它还会再有一次的加热 用大火 把牛肉丝 给煎到八分熟 把它打散 好 稍微翻一下 翻炒一下 对 这样呢,火力均匀 可以让这个肉丝 各个表面都可以均匀受热 好,看起来都八分熟了 我们就先把它给锡锅起锅在旁边备用 接下来放入一匙的热油 锅子不用洗了 刚刚我们炒的这个油呢 可以继续的来炒我们的葱段 好,火力控制一下 避免葱呢,焦掉了 好,这时候呢,放入白菜 那这个菜呢,也要有一点点调味 所以呢,我可以加一点盐巴 用胡椒 接下来呢,这个肉就放下去 把牛肉丝 大火来拌炒 大概20秒就可以起锅了 运用锅子的热力 你看,都差不多了 菜呢,也很翠绿 因为呢,这个时间就可以熄火 非常翠绿,非常好看 这一道 好吃的料理又十分的下饭 哇,牛肉的甜味都在肉里面了 非常棒哦,你也可以试试看哦 不要忘了要订阅哦